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躲到后面 明年又写一个三八街有感 又骂娘了 说我们歧视妇女 其实毛主席喜欢她 希望照相跟她靠近一点 主要是毛泽东那个时候 对革命文艺充满了期待 希望有一些有实力的 像丁宁这样的作家 他能够投身革命文艺 能够把革命文艺的推向高潮 所以大家应该这样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对网上 有一些乐中语传播这些 这些小道或者说这些野史的 我是不太满意的 我觉得不能够从革命文艺的高度 来论识这些问题 大家这点也要清楚 那么大家要理解的就是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要强调的 它这个提法最明确的 明确的 我问了说是第一次 就明确的提法 是苏联 1934年 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 苏联作家协会张成写的 他说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作为苏联文学 与苏联批评的基本方法 要求艺术家 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 真实地 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 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思想改造 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所以大家从这一点会理解 我们的文学的任务 我们文学的方法 就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的进程当中 中国对文学要寄予这么大的期望 他们要从苏联那里学来 这么一个理论 然后我们的文学 是深受苏联的影响 那么 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 苏联其实提出这个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这个提法 也是跟它本身的 面临的唯一理论界的斗争 是相关的 是吧 原来这个拉普 苏联的拉普 是1934年被写上 当时呢 它是提出一个创作方法 叫做唯物辩证法 它是从哲学的唯物辩证法 移用过来的 他们要用哲学的唯物辩证法 来创造文学作品 那么创造文学作品呢 那么认为这样呢 才能够反映社会现实 才能够有 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的生活 才能够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 那么拉普显然太僵化 当时就受到非常严厉的一种批判 所以他们本身的理论呢 是有非常复杂的 兼具的一种斗争 斗争最后是拉普 宣告失败 那么 然后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 就占据了这样一个 能够替代拉普提出的 唯物辩证法 这个我在书里都有很详细的解释 那么这里呢 我又要提到 就是说在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传播过程当中呢 周扬呢 是一个关键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其实早在1934年以前 周扬在1933年的11月呢 在现代杂志就发表了 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 那么这篇文章呢 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正式提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一说法的文章 就是我是指正式提出 那么使用这个概念呢 还可以找到别的文章 但是这么做一个重要的理论提出 这是周扬提出来的 所以当时 像这个温诺敏先生呢 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这个书里面就认为了 他是当时文章上的大史 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 贿赂并左右中国现代文学主巢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也由此出现一个新的姿态 那么他认为 由于周扬的这样一个介入了 他强调这个理论 那么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实当时周扬二十几岁 那么从日本回来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那个时候的革命文艺家们 都是青春年少 但是气魄非常大 这个他们完全要 就当时的口号是叫少年中国 更早的 中美化那个时候 是吧 那么 然后是要建立一个新生的 充满了活力的新的中国 革命的中国 而在理论上 他们有这样一种创造 所以 周扬是要把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 作为推进 左翼文学的革命性 与阶级性的理论 那么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 从三十到四十年代 在理论上 不断丰富和深入 周扬本人 也开始把浪漫主义 融入 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框架 那么他后来在讨论 文学的真实性 与点心性的问题时 也对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进行了拓展 那么大家要注意到 周扬这个文章 为什么叫做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我 在我六十岁以前 想写的一本书呢 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 可能不好说 因为这个问题 我自己一个是没有想清楚 再一个呢 我觉得这是我 要去讨论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迄今为止 讨论中国的当代文学 甚至解释中国的现代文学 都没有触及到 我前一个月呢 刚刚写完一篇文章 题目是叫做 铁宁与中国 现代的浪漫主义问题 其实我这个理论呢 是受到柏林的影响 就是以赛亚柏林 这是一个在英国建桥大学 教书的一个苏联的 俄罗斯 立陶宛的 我这搞了很多前苏联 他是从前苏联那里 这个 他是把浪漫主义 看成是西方 整个现代 进程中的非常重大的 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背景 就17世纪以来 他把浪漫主义上升 我们通常说 浪漫主义是18、19世纪 是吧 那么他把它上升到17世纪 他会从17世纪 发生这种浪漫主义运动 是非常深刻地影响了 西方的这样一个历史 其实就是一个启蒙运动 他认为启蒙运动的 核心是浪漫主义运动 那么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德国古典哲学 是吧 康德、黑格、费西特 这个谢灵 是吧 这些史莱格尔 那么以及文学这些的 都会作为 作为这样一个 德国古典哲学 大家如果读 伯兰特斯的 19世纪文学主巢的时候 就会发现伯兰特斯 是把19世纪的文学主巢 看成浪漫主义 是吧 他认为这整个是浪漫主义的 那里面 我们称之为 什么现实主义也好 批判现实主义也好 等等这些 但是这整个是 浪漫主义的运动 但是这一点呢 就是说 我依然会觉得 就是说 柏林在这点上 他论述的 很深 论述的很深 也很全面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还没有透 就在哪一点上 还没有透呢 我还没有想清楚 那么是我需要去 我感觉他有一点没透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很有启发性 所以这就让我去 重新去思考 中国 我觉得中国 为什么革命文学 这个 它是如此的概念化 和理想化 就是说 中国一直想 本来我们在现代 是吧 我们五四 我们启蒙 我们是要建构的是一个 浪漫主义的运动 大家 可能和你们 上现代文学课 以及过去 我们所有老师 给你们讲的 可能都不一样 是吧 都是现实主义精神 五四启蒙运动 是吧 是现实主义上主导 鲁迅是现实主义 毛者是现实主义 鲁国盲巴老曹 都是现实主义 当然郭姆罗没有办法 郭姆罗只好 给他一点浪漫主义 是吧 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现代 我们是试图建构一个浪漫主义的 但是 革命发生了 我们的浪漫主义 采取了革命的形式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恰恰因为 我充进到这么一个 思考点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问题就通了 那么从现代到当代 整个二十世纪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它就活过来了 就是说其实革命的合理性 和合法性 它是要解决一个 浪漫主义文化的问题 而浪漫主义文化 难道说这么重要吗 难道说现实主义不行吗 现实主义 其实它必须置根在 浪漫的基础上 必须经历过浪漫主义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文化 哲学 文学 艺术 它才会有一个根基 但是 我们没有这个根基 我们浪漫主义 非常迅速的 几乎是突然的 就被革命俘获了 就被革命结识了 所以浪漫主义和革命 结合了在一起 大家会说我们不现实主义吗 三文一创 宝林青山不都现实主义吗 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困在现实主义这点上 我们永远无法解释清楚 革命的合理性 革命文学的美学特征 革命文学 在整个现代的进展当中 它真正的一种文化建构的一种意义 然后三五五年周扬完成 现实主义试论 那么它完成了 但是是三六年发表了 这些重要的过程你要记得 那么1952年的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 写下一篇文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副题是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 所以它认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 苏联 中国 这个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 它是进步的 它是伟大的 西方的文学 是没落的 腐朽的 因为它们是跟一个没落腐朽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大家会知道斯大林 他们那个时候都反对所有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 都被看着是没落的 因为理论的根据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进步的发展的 是从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期节目 它是这样来的 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在全世界 诈随资本主义制度 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根源就是 社会主义能够能能平等 能能平等 然后共同富裕 然后这个非常的美好 有理想 资本主义是垂死的 没落的腐朽的 是吧 所以它是 大家注意就是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它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理论 大家注意 它是变成全世界进步文学的旗帜 所以1953年 全国第二次文大会提出 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 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 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增强和困固 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 所以这次会议达成共识 提出并确定的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 所以这些文学史上的这些事实 大家要记住 是吧 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哪一年 在中国的什么文件中 这个被提出来并确定 作为这样一个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所以第二次文贷会这个大家要知道 但是其实现实主义问题呢 它还是一个很复杂 还是有它发展的漫长的过程 我这个书呢 因为写书它要避免重复 所以我在这一章里面解决的呢 主要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它在建立的那一个阶段 所展开的斗争 主要是周扬和胡锋的斗争 那么其实在1956年的百花时期那一章里面 我也会涉及现实主义的 它的其他的发展 是吧 其实现实主义呢 在1956年呢 也有很乐烈的讨论 所以大家要记得一篇文章是 人民文学第九期发表 《何词》 《何词》是秦兆洋的笔名 就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论现实主义 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还有陈勇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那么同时呢 当时有关于人道主义 人性论的一些讨论 他也试图重新去解释现实主义 那么但是这些的解释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是对现实主义展开了 更加宽广的 广阔的一种论述 关于典型理论 关于形象思维 关于每个本质的讨论 都以不同的方式 涉及到现实主义理论 其实你会发现 周扬那么倡导受于现实主义 以及官方的文件 这么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但是在一般的理论家和作家那里呢 他们虽然也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但是他们更加侧重的是现实主义 而且呢 他们试图拓展现实主义 来抵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性 那么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 那么在五六年 还有不少的 还有几个理论家们写文章 他是去批判中央的 这样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这种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 这样一种倾向 所以当时并不是说周扬一手 这两天在五六年 他也受到过质疑和批判 这个质疑和批判当然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是很学理性质 当然后来这些人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这种打击了 所以呢 在实际上我们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所以身世这么浩大 作为这么一个重要的概念 中国从苏联一致过来 启动规范文学界 理论界的思想 作为一个最高的准则来推行 但是呢 实际上还是信奉 这样作家和批判家们 他们心中还是有一种 对现实主义的一种理解 这个现实主义 就始终要顽强地回到 五四鲁迅 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去 所以1956年和执的这篇文章 现实主义广播的道路 可以看到 它企图要把中国当代文学 和现代文学 重新建立起一个关系 通过现实主义的这一道桥梁 所以看五六十年代的文学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大家能理解这一点 是不是 就是说 文件和这些大理论家 和文艺界的领导人 他们说的是一回事 但真正在底下 他们做的可能是另一回事 因为社会主义现实 它只是一个概念 只是一个观念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那样一个标准 去写的话 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 促进人民生活中的 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 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增强和巩固 帮助社会主义感受事业的逐步完成 大家要知道这种概念和实践 它都会有距离 是吧 通常它解释有距离 那什么叫做 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呢 所以每一个解释 都会有歧义 所以一种理论和口号 它永远只能是理论和口号 对吧 所以你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 它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口号 是一个理想 它永远只是一个理想 最后你文学作品还要写成文字呢 还是以你文学本身的那种规律再起作用 而这种规律 它始终 它是很难被政治完全压抑住的 这点是我一直去讨论的